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付先址路一般都是选择足底炮补左向的企业 就是向西进屋 这一路变化应该说是比较老式的走法 那么在最近三五年当中又普遍开出了新的花朵 结出了丰富的果实 对这一路变化大家又有了新的研究 对 一些更多的实战的检验 那么左向的特点总体来说它不如三向灵活 因为向三进屋以后它马上进尺 它多了一个拐角马的选择 另外还有一个弱点 就是右翼子力往往出动的 要不如向三进屋更加迅速 当然说它有它的优点 它的优点就是右翼的阵型比较厚实 比较结实 这个也增加了对对手的考验 红方走失流进五 对 失流进五 这个失流进五可能是徐云川事前就想采用的一种走法 因为大家都知道 河北约喜爱走这个足底炮旗向 那么徐云川可能就针对这个旗 做了一个精心的准备 一般红方走马八进九是主流 马八进九就双方如意进入比较熟悉的领域 失流进五曾经一路走 但是最近就走得比较少 黑方从旗里面来讲 我也下过黑方这儿的旗 在九年代就下过 我就走马二旗 直接就现在走马二旗 我觉得黑方应该走马二旗 然后迅速出紫 来加强又一次大子的触动速度 这儿红方一般会走八平六 黑方走鞠一平二 马八进七 然后黑方走鞠二旗六 这个都比较紧凑的 如果不走鞠二旗六 这个旗就容易吃亏 鞠二旗六是以攻戴守 这个在象棋里边 这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旗 就是黑方不能完全消极的防守 不能任由红方慢慢的发展 这个棋是最早我就是跟上海的特级大师 班正林下的 是在九十年代 时至今日都是黑方行之有效的一个对抗方法 当然这个棋也很复杂 红方有马七旗六 再马二旗三的手段 但实战当中 红方不是以后 黑方就走炮三旗三了 就打了 这招棋是由特级大师湖北的汪洋创造的 他在对阵对手的时候 想积极求变 走到炮三旗三 但是针对这招棋 广东队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准备 寻传走了一个向心酒 看似 并不是很修贯的这招棋 却隐藏着一些后背力量 好像在这一轮 就是说广东对河北队这场当中 还下出了一盘 炮三旗三 就是双方看来对自己的开局 可能都是比较自信 对 河北队两台都这么走 广东队也两台都这么走 另外一台是黄海林 是庄业庭 庄业庭 也是取得了优势 就是飞边向 它的好处就是让你这三轮炮定位 看你去哪 然后我再采取动作 你要炮三旗一 我将来可能马八旗六先走等 你要炮三退一 你自己把自己的三轮阻弄堵住了 可能动作会慢一点 现在全都是集体战术 对 但是我觉得就这个棋而论 可能炮三退一 更符合棋力一点 但是实战当中 黑方走 炮三平衡 红胖马八旗七跳 黑方马二进三 红胖再举九平六 黑方 这个棋 从感觉上来讲 应该走鞠一平二出来 我们摆一下这个变化 他是不是要捉一下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陆韦涛怕对方捉 实际对方捉 黑方有一个炮八线 也不怕 马二进三跳 必须得牵制他 不让他马七进八 红胖马二进三跳 这招棋也很关键 你不能走去打 打这个中炮 打掉我就打掉 红胖走的步数太多了 黑方太亏了 黑方才走了三步棋 进鞠 走鞠二进六 不让他马七进八 让他用这个炮去打 你以后如果轮到黑方走 需要打的时候 打完以后 这有个鞠二平三反击 这要比实战的效果要好 实战当中 黑方没有这么走 他就没有出这鞠一平二 我觉得就造成了被动 他鞠二平二都没有出 鞠一平六 对 他走了一个足球进一 对 这招棋太注重棋里了 其实河北队 也是有光红的传统 在历届的全国特性战当中 河北队曾经四度取得冠军 那是在李来群还在的时候 李来群还在队的时候 杨文青 他们也曾经创造了 比较好的 非常优秀的成绩 而且他们几个人的棋风 应该说是下出来的棋 都是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这个敢于搏杀 对 这个给秦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对 河北其实比较凶的 比较善于这个进攻的 那广东队的当然这个 更是这个巨无霸的这个地位了 像甲当中就得了四级冠军了 应该说在十一年像甲当中呢 一支独秀 取得了四级冠军 确实成绩非常的出众 阳光林时代 旅新时代 包括许云川 独领风骚的这个年代 都有非防灾战绩 一共取得了 加上四届现代联赛 十五届全国团体军军 一共夺得了十九届军军 这个非常的 这个辉煌 是 非常优秀的一支队伍 接下来红方马尖六 就说你居于平二不出 我就跳出来了 他再居于平二 然后红方再跑八屏七 这样的大家看呢 就是黑方啊 这个三路炮啊 炮二屏三 炮三进三 炮三变八 在布局上呢 这个走的度数啊 就太多了 而红方子力呢 你看他不得不起眼 寻穿这个七一风格特点 年里藏针 不动声色 不知不觉的 他就把你对方这个子力啊 牵制住了 让你这个子力呢 挺难受的 对 我想他可能开局的时候 炮三进三打出来 然后炮三平八 这就是他一套 自己的一个 整体的作战方案吧 就是准备去封这个局 有可能是这样想的 他封这个局呢 现在目前红方这个右翼 还没动 也是个 对 以后的调整 是怎么个调整的方向 黑方马上进六 因为黑方这个 左翼子力 不能老不动 然后这个时候 红方呢 就顺调 聚集 他因为他 你不能打 他打得聚集平 这边还折着这个三路马 然后这招棋呢 黑方又走了一个 足三进 嗯 他走这个足子太多了 这个陆伟涛可能 对这个棋呢 看来是 准备不足 他没有想到 寻穿这么走 或者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 在僵持的时候 这个行的感觉 就说不好要走哪个 临场的时候很难讲 黑方这个棋 感觉还应该 赶快不适 十六进五 赶快巩固 一出就把 马六进七算了 嗯 这个棋 他走 足三级就又慢了 那么红方 局平次一捉 就他只能 局九级连 嗯 红方这个时候 又马上进三 这儿你看红方这个子力啊 很集中 对黑方呢 形成了一种威慑 你如果足三级一 他就向你进行 帮你飞了 也无所谓 啊 因为他以后马六进四 这个脚很厉害 这个子力啊 全向黑方 这个阵营这个靠了 对 他站位比较好 那黑方呢 又不是 这个时候红方呢 就走了一个 兵三级 借力打力 他就把这子力呢 就展开了 你如果足七级一的话 他马上进一换你 然后他将来这个橘子瓶三一掉 嗯 这个你这个边 比较难受啊 而且他这马里面四 也是鲜瘦 那么黑方 接受 换死 他不愿意拱 拱完了这个杀过来 黑方这个 居马都不好动了 居马炮有点 居二级六 这还算比较顽强 红方走奔赛地吃掉 他居二级三捉一下 抛弃瓶六 这个旗呢 他最主要飞了以后呢 他怕什么 他怕这么有一捉 你再飞向呢 红方 这个居呢 可以再吊过来 这儿黑方这个子力啊 很危险 因为落向的话 他直接就平三了 落向居里平三 你还动不了 对对对 那下午有炮五平四 还有炮瓶六 这个旗黑方呢 这个子力啊 受牵 有这个丢子的危险 所以说这个旗黑方呢 又不敢去飞 不敢去飞呢 他无奈走 炮瓦瓶七 那这儿让红方呢 居六平四 抓马 又是一个紧速的捉 黑方这个旗呢 就比较痛苦了 那只能先顾大子 那这个兵就过去了 而且他马上已经够着子了 对 又继续中风 黑方马炮自己七 红方呢 这个时候功不忘手 把这条线站住 不然他就怕出了 还有反击 这儿把你这个马路 全部封死了 那走到这儿 应该说黑方呢 形势呢 是非常严峻的 对 从子力上来说 你少 就是红方多了一个过河兵 而且 尽多一个过河兵 对 然后这个位置又很好 黑方的这个居 还没 最顽强的黑方这个时候 应该落一招式 把自己的这个左翼相护一下 当然说下去呢 也比较困难 但是总比实战呢 要好一些 这儿呢 也许能够坚持得更长一些 还能够坚守吧 但实战当中呢 黑方可能觉得这个旗呢 也是形势很被动了 他就走到苏三旗 这条旗应该说 跟本局呢 衔接呢 比较松散 就是不仅 就让红方出了这么一战机 炮了进入力 这个可谓是一击 重地 打得有点发晕 这个气 对 因为你居逃 他这三路兵就太 无人遮挡了 这个兵 小兵过河定大居 但是又不能落势 落势我们看 红方这个居可以再返回来 就是这杀式 你这个式支起来就丢居了 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 只能往上扬 那这儿红方呢 这六路炮又甩过来 这儿红方这个等于双居 炮兵啊 在右翼呢 形成了强大的这个火力 红方是打 平一个 红方 炮平三一平 又挂你这个马 又吃你炮 他炮又躲 红方 居适平三又一躲 现在又白打了这个马 对 打了马以后叫吃相 而且还给共事 这个棋应该说 红方呢 就是到处都是棋了 黑方很难守了 他实际无奈走炮了平棋 西地区 红方棋区 这儿红方呢 这个二路区 在一沉 还要白打 这应该说 黑方的这个棋呢 就逐步就崩溃了 最后一条棋呢 红方走炮三平二 下不准备 冰三级 叫僵呢 就把这底炮呢 吃掉 那么走到这儿呢 黑方看呢 无可奈何 花漏去了 也只好这个投资人负了 那么这场棋呢 应该说是广东也是 七比一 大截 对 对 那么取得了主场的 一个场大胜 对 这盘棋应该说呢 短小精悍 但是我想呢 对于年轻棋手 陆伟涛来讲呢 也是一个 记忆犹新的 值得去学习和体会的 这么一个对局吧 那好 有关这盘对局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呢 讲到这里 稍后呢 还有精彩的对局呢 再带给你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各位旧 即将带给大家呢 仍然是2013象甲比赛呢 由四川队的孙浩宇 对阵的湖北队的汪洋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直接进入这个对局吧 洪方呢 四川队的小将孙浩宇 采用当头炮 继续平 那么这一轮呢 这盘棋是最后一个赛会 集中制下的 是吧 8月23号嘛 应该是 大概是17轮 差不多这样 这也是第17轮的这场对局 对 马二进三 现在呢 就是等于双方 黑方马二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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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方 冰棋兵 这个棋呢 反正大家 应该是很熟悉了 就是双方以 过后局 乒乓对局 对 过后局 乒乓对局 这个非常流行的这个开局呢 不振 接下来 红方走 五六炮 五六炮呢 是一个呢 也是变化呢 非常多 对攻非常激烈的一个开局 也是得到了众多的向甲高手的这个青睐 在这个过后局系列里边呢 今天向甲呢 五六号出现的最多 大概有 据不完全统计 大概有那么六盘到十盘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棋手 对这个布局又有了新的研究 对 因为这个棋呢 就是始终呢 成为了红方进攻的一个锐利的武器 因为七路马的棋呢 就是五九炮的棋呢 可能是在九十年代呢 下得特别的多 那么最近一段就是五六炮最为流行 那么走到这呢 就是黑方的有很多种走法 大致呢 比如说有马三推五 直接马三推五 也有 这也是一度比较流行 但是感觉到红方 比如说先吃一个冰呢 红方呢 就黑方的反击力呢 也不强 七八点以前 最为流行 那个时候走五六炮 走马三推五最多 他主要是去困那个鞠 然后走鞠片 炮二平一的走法呢 是在九年代呢 比较流行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个鞠八进五 这个自从出现以来呢 也是黑方呢 这个最强力反击的手段之一 他就说 既然你走五六炮了 你想这个摆好阵型来进攻我 我就趁你阵型不稳 我直接去反击 黑方呢 是有这样的这个 想法的情况下 走出这个鞠八进五 红方如果走 冰五进五 黑方再走马三推 再推 对 因为交换了这个 这个鞠八进五和冰五进以后呢 黑方这马三推五的 就这配合上呢 他这个八路鞠呢 显得比较有力量 这儿红方呢 中鞠呢 就是中路这一带呢 也不好控制 因为你吃的话 他将来炮就平起打 比较多了还可以炮就平五 还上炮 还上炮 这个 也就是说 鞠八进五进去以后 如果你吃 我就直接还炮 这个可以 那就是说 等这个中兵浮起来以后 很容易成为这个 黑方打击的这个目标 对 用这儿红方马发进七 这也是最流行的 然后黑方把这个兵呢吃掉 这儿呢 就是黑方很强硬的 把红方七兵呢吃掉 但是红方呢 赢得了这个时间 鞠九瓶八出来 黑方再走鞠一瓶 鞠一进二 本局当中呢 就是 汪洋呢 再一次这个 汪洋大家也非常知道 他这个是来自湖北队的这个战将 今年向甲呢 是高居呢 这个所有的棋手的 就是排名第一 得分 也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棋手 就今年的这个向甲 汪洋确实发挥的比较好 那我在看这个对局的时候呢 也发现这个汪洋啊 这后手下棋啊 很积极 他赢的对局当中呢 很多也是后手棋赢的 作为一个高手来讲呢 就是说先手能够把空中这个先手的局面去进攻 这是一方面 那么作为后手 在今天如此这个高水平的对局当中呢 仍能够推身出心 找到一些大家呢 不是很熟悉的领域的地方了 然后再发动这个反击 这个也非常难难可贵 他非常的用功 对 局局第二呢 这是一个老谱啊 就是在五六炮这个局8进口出来的时候 曾经有人走过 但是呢 就像谈花一线一样 就走了那么桑武盘 之后再也没有人去琢磨他了 那么汪洋呢 在这里呢 对付孙浩宇的时候呢 他寄出了这个杀招 对孙浩宇呢 也是一个考验 因为以往都是走局一拼二 对局一拼二走的特别多 以下也是局8进三 然后黑方呢 有先打局的 有先知识的 这个都有 那么他局一拼二 他要炮局一拼二打局 那迫使洪宇必须要局8进三 对 我觉得他局一拼二 最大的目的就是说 这个炮 这个炮 看起来好像老有闪打 对 然后黑方再走足三级 就黑方走的比较强硬 他呢 就是 我的局走局一拼二 尽管走背了 但是我 抢这个时间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说的 可以 很大程度的呢 避开对方 所熟悉的 熟悉 这个作为 这个象棋 这个比赛当中 也是策略上 也很重要的一环 当然这个还需要有水平 你还得研究有素 你是避开熟套了 但是你走的招法并不成立 那也是白大 对 你走出好齐来了 后续跟不上也不行 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 所以说这个象棋呢 一方面呢 你要平时要用功 有积淀 你还得找对方法 就是说对这个棋呢 要有一定的理解 也并不说你走什么都行 你还要了解对手的这个情况 对 得有一定的智慧 孙昂宇呢 应该说 他下棋呢 这个 也是很有冲击力的 他很年轻嘛 对 但是他有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情绪方面啊 战风不好 有的时候出一些这个意外 对 我觉得年轻人 但是很有才华的 就是激情 而且孙昂宇呢 这个他的这个博客呀 非常好 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他这个自己编了 还有从别人的这个博客里边 或者说的互联网上 搜集了很多这个资料 对 这个我们看过 里边对象棋的趣闻呢 江湖棋局 江湖棋局 精彩的沙棋都很多 精彩的沙棋 还有很多掌握 对 大家可以收看一下孙昂宇 这个大师的这个博客 对这个旗的宣传 还做了很多的工作 对 这个我看过 他飞 象棋局 走的这生路局面 我想孙昂宇肯定是没有研究了 所以他临场呢 这个现审 那象棋局走的呢 也算可以吧 当然呢 红方呢 也可以考虑走 补招式 就是说副飞向 直接补一个式 补一个 巩固一下中路 然后看看对方怎么走 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走法 飞向也没有原则性的错误 这个都关系不大 现在还不是 可能隐隐约约的有这样 对 现在已经有得子 那飞向的目的就是想让黑方三路区移动 那么黑方也只好走巨团平流 飞向一招旗呢 下完了以后呢 不要紧 最主要是后边的旗 你再怎么走 怎么跟上 但是总的来说这个飞向呢 也是利弊参半 好处就是把对方巨逼走了 但是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你飞了巷以后啊 阵型的松散了 并且呢 多了一个 三路足呢 人家就马上要盯着过来了 那么你飞向的目的呢 可能就是最主要在于呢 你想来敢追赶黑方这个巨 利用它这个巨在险地的特点呢 来发动这个攻势 因此你看你这后边的动作 能不能连贯上 那么孙奥宇呢 是连贯上了 但是这个方向对不对 这也是值得探讨 当然素三兵呢 它也是一个可行的这个走法 直观的如果吃掉呢 吃掉黑方也比较凶 也是可以 也不说不行 你在兵物基因的时候 他打一下再抛去屁股 那么这个其实除此以外呢 我觉得这个红帮 你可以考虑走兵物基因 因为这个基因保留 泡流金二 然后再泡流瓶酒的 这些这个理念 这些手段 这个隐藏的比较深 就是如果你在吃我呢 我会马三进五 这个架马打 关键就是一打一打 打得死去呢 是吧 对 这还是比较隐秘的 兵三基因是一个选择 反正也是可以对黑方 有一个威胁 那么黑方走居勒进三 兵就清了 这个地方红帮无论如何 应该走兵三进去吃过去 就说你拱起来了 这个兵吃过去总是没有错误的 应该走兵三进去先吃过了再说 而时代当中的这个孙浩宇啊 这个可能什么地方看的 这个不对了 这个居是变成进入这个险地了 那么黑方正好三足呢 顺势冲过来 红帮这个居啊 应该是兵滚过来的地方 你打我 我在上海也没有关系 结果红帮 在这么去追的时候呢 他忘了这个对方是横居 黑方把横居的这个优点呢 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炮的平二一打 他可能漏算了 他只能去挖平六 对 我感觉他可能 可能是面对汪洋这个强手 对对对 本身呢 又是在自己不是很熟悉的领域 他炮的平凡一打 这儿呢 应该说这个局面的急准直下 红方呢 刚才还看了不错的这个局面 被黑方这个战术袭击呢 这个马上这个棋局呢 就是陷入了困境 一尺码 对方有炮的近期抽枪 应该说我觉得 他们选择这种很多的棋的时候 跟他们这个团体的成绩 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四三队嘛 湖北队还是强队 对 在十一届下场当中呢 曾经两度呢 取得过这个冠军 并且也多次进入前三名 对 湖北队有汪洋 洪志 还有柳大华 李雪松 这个四个人 总综合来看 也是实力 应该在前三四名的这个水平 对 因为四川队 他也是一直以一个 有着良好传统的 这么一个队伍 然后在讲前上 当了院长以后呢 这个像其 就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吧 都希望能够取得好成绩 所以我觉得 他们的队员 本身就是很年轻 对 所以富有激情 这个所谓下的选择的棋 也比较激烈 对 这都是很正常 四川队呢 是一个年轻的 有战斗力的队伍 但是这个队伍呢 现在呢 就是 还不是那么的成熟 还没有成为这个 超一流的这种强队 但是他有活力 对 非常有活力 有潜力 对对对 看他以后发展怎么样 特别是现在那个小郑啊 郑伟彤表现得不错 对 看他能不能将来 扛起这个四川队的这个大棋 平三级一 那这个棋 黑方呢 反正就是走得 攻守兼备 他先足三级拱了一下 对 足三级拱了一下 对 是的 然后他泡了一平三 那么黑方 狙一 六平二 应该说这个 红方这个狙一丢了以后呢 这个盘面肯定是 黑方占优 对 他马八级六 就足三级拱 再足三平四 这个也很厉害 是的 红方呢 这个棋也没办法 他就打掉了 那黑方走一泡碳面 这个是一个 汪洋呢 很气密 精确的地方 那换了的话 这个棋就太难赢了 泡碳面用 炮去打 然后用鞠吃这个炮 那肯定不能 人让这个打 不能这样打 对 马八级六 跳一步 那黑方 聚三平棋一吃 他是先 可能先炮五金四 炮五金四 打了一僵 对 也无所谓 他反正叫我兵着出来 然后他马八级六 他一吃 然后他马三尼二跳 他就是先跳下来的 先跳下来 然后吃过去 这样炮五金四 马三尼二跳 对 去这样吃掉 对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兵容太强了 并且有了三路族过河 应该说 红方这个棋呢 已然是穷应应付了 他走G六天四 黑方走 小三进五 小三进五 五一个 红方这个棋呢 就是没有办法去进攻 进攻力量不足 防守呢 已然是 也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黑方这个足的 靠得太近了 那么红方也只好见招拆招 走一招算一招 黑方退局一桌炮 G二退五 G六平四一将 降到平五 G四这样保住 嗯 黑方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动用这个杀手 G二平四一桌马 对 马尔静一跳 G七退三 对 黑方呢 这个退局呢 也很劳烈 因为这个 防守这个马脚 将来必要的时候 还有对局的棋 马尔静七跳 嗯 最后两步棋是对方 炮尔静七 炮尔静八一将 红方 十六进一步 他足三进一拱 下步棋呢 足三进一 这是杀棋 走到这儿呢 红方就无可奈何 认负了 那么这盘棋呢 汪洋呢 比较轻松地取得了胜利 我觉得是跟他这个布局的研究有素 而且又针锋相对地对到 他一个合适的对手 这个起到了质问重要的这个作用 对 他最后还是用这个 借助这个边局的力量 把这个红方的局设计了 所以他这个战术就是成功的 行 好的 这盘对局就给大家建在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各位期待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